大家好,土工国,中南海,包子的谣言还不多,还挺多,我们遭遥传谣,我们不是遭遥,我们是传谣,传不过来 昨儿跟讲了说,这个西包子压力太大,中国死的人太多,经济太差,完了以后想自己退居二线 有的有鼻子有眼的,说的挺靠谱的,因为毛泽东也这么干过,邓小平也这么干过,是吧 所以西包子也是这么干,刚刚又说到新的谣言,说西包子最近不行了都,身体不好 完了以后呢,这个疑神疑鬼的,开始怀疑这个蔡奇了 说为什么我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工作,网上就开始传出你要当总书记几个意思,主管党务 所以现在是说这个彭与安,又开始领导一个大戏,叫清军策 那清军策是中国的历史故事嘛,是吧 每次这个国家搞得民不聊甚,搞得乌洋乌洋的时候 中国人都是直反贪官呢,不反皇上嘛,是不是 所以国家搞得不好,就是因为皇上身边有很多个难人,很多个太监 所以一直以来有这样的故事啊,叫清军策,是吧 那清军策,今天的西包子身边的侧边,旁边,屁眼里面有什么人呢,是吧 你脚底下有什么裤裆,有什么人呢,那又是蔡奇咯 所以又传出新的说法啊,说这个彭与安怀疑这个蔡奇啊,有传位之心啊 所以这蔡奇有一句说一句啊,他呢这个位置其实是很危险的 弄得不好,他就是人养麻烦的,家破人亡啊,那别久足的 你想想,令计划就是做过中班主任,最后就成为接下囚了,是不是 完了以后,当年的这个陈伯达,当年的这个什么什么,也好多这样的人 其实都是下场天惨的,弄得不好就是人养麻烦 蔡奇现在国家搞成这样样,问题肯定出在习近平,是不是 蔡奇是一个屌丝出身,是不是,他自己估计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当这么大的官儿 都是因为一任得道,是鸡犬升天,所以蔡奇呢 现在这会儿呢,估计意识到自己很危险了 所以呢,故意放出风声,说习主席要推荐二线 他来当总书记,是吧,然后李强当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 然后让习主席管军队,军委主席 这样三足鼎立,那不就挺好了吗,他就保全了吗 想是想的蛮好的啊,这个方法对蔡奇是有极大的保护作用 但是问题是,经济搞成这样,中国死那么多人,得有人负责呀 谁负责呢,是不是,你稍微有点老近的人都知道啊 习主席是不会负责的,是吧 虽然习主席说自己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是吧 亲自监督,那都是扯淡的,皇上是没责任的啊 中国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所以蔡奇是很危险 这会儿彭丽媛怀疑蔡奇有床位置信 所以中南海呢,又传出新的人事谣言,人事布局 说这个让马文睿,马新睿啊,不是马文睿 马文睿是个老头子啊,是一个改开派的老头子 实际上马新睿,取代蔡奇,出任中办的主任,是吧 说习包子在彭丽媛,在他老婆的指挥之下啊,又开始重新布局权力结构 确保习包子呢,不会被称为七二塞斯固 啊,彭丽媛这么做呢,也是保他自己的这个脑命,是吧 那彭丽媛他六十出头啊,很年轻的是不是 这么样搞肯定不行,马文睿是,马新睿何取人影呢 马新睿跟彭丽媛是老乡,是吧,是山东变成人 他们是一个地方的,是个年纪也差不多的 马新睿那是一九五九年的,彭丽媛应该是一九六几年的 六二年是六零年的,都是同龄人,他们以前就认识,是吧 是一首,是彭丽媛一首提拔起来的,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国母党,是吧,皇后党 所以中国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党派啊,新的派别 有江派过去了,过去是了啊,有团派,胡胡派,胡锦涛派过去是了 有支派,支江新,新军派,有福建邦是不是 有改开派,有元老派,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派别 叫皇后派,这个皇后派的领军人物就是马新睿 马新睿此时,此刻是在新疆党委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啊 这会儿要把这个,从新疆要把他调到这个 中班接任蔡奇,做这个中班的主任啊 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这个位置 那最重要的作用就是24小时陪着皇上吧,也陪着习主席呗 那之所以要取代蔡奇的话 那蔡奇为什么要取代他呢 当时为什么要选蔡奇,蔡奇还没干多久啊 那说明对蔡奇很怀疑呗 是吧,说细胞子怀疑蔡奇吗 所以他们说更多的应该是彭丽媛怀疑蔡奇 如果国家这么下去压力太大,没人背锅的话 如果细胞子的身体不好的话 唯一能够保护他的就是自己的老婆呀 就是彭丽媛的,彭丽媛这个时候借收政治 完了以后重新搞个人事布局 那保住习包子的光位啊,保住习包子的农业啊 等于也是保彭丽媛的这个位置啊 是不是,免得彭丽媛啊,习敏泽都被其他人搞死啊 得罪人太多了嘛 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习包子保护起来啊 是吧,谁呢 那这有马辛睿,没有别的人选 马辛睿那是彭丽媛的人嘛 所以有皇后党的这么一个说法 这个东西也是有传统的啊 当年的江青就江青有江青的派系是不是 很多人都跟着江青好的 所以后来才有四人帮嘛 四人帮之首就是江青嘛 包括毛泽东也是可江青嘛 所以历史上都是有皇后这个当政是吧 垂帘听政呢 那人家辞去台后也是皇后啊 所以有人甚至说有可能彭丽媛以后要取代习近平成为中国的又一个女皇上 因为共产党这么搞下去总会最后要有人接手的呀 谁在接手呢 你到目前为止你看不出习包子有什么有什么接班人的任何的动向 那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彭丽媛啊 彭丽媛来接手,问题是彭丽媛能搞政治吗 所以很多人在那里分析 所以如果这个马新锐调到中办主任这个位置 蔡奇肯定就是要么就是两种吧 要么就是做一个主管意识形态的常委呗 就中共中央 叫什么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叫什么书役署书记就这么两个官位呗 那管意识形态呗 如果是这样他就没什么权力了 蔡奇之所以炙手可热 他不是因为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不是因为他是中共中央书役署书记 而是什么呢 而是他的那个什么中办主任 因为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中共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人说又是常委的 又是中办主任的就没有过 是不是江泽民的时候 邓小平的时候都没有过 江泽民的时候也没有过 是不是 完了以后胡锦涛也没有过 你说当时的如果说 令计划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办主任 那令计划的权力那就起了个天了 所以现在的局面的地区是这样子的 由于中办主任是蔡奇出任的 所以中办主任蔡奇的影响力 在整个中共高层的影响你在很多时候 他甚至比细胞子的权力还要大 所以因为你细胞子做任何事情 你得通过蔡奇啊 等于蔡奇把细胞子给控制了 这个时候各种声音就出现了 有所谓的清军策的说法 有所谓的这个皇后党的说法 说与其说是细胞子正在重新布局权力结构 还不如说是朋友正在布局权力结构 或者是有人说是现在有些人就 捕捉到细胞子的权力结构中最大的漏洞 就是蔡奇的权力太大 而蔡奇呢又是一屌丝出身 打掉蔡奇就打掉了细胞子的半壁江山 说蔡奇现在很危险 所以目前谣言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蔡奇一波登天要做总书记了 这是蔡奇自己的想法 为了保自己的权力 又为了保自己的脑袋 他必须往前走一步 要么呢这一步走不成 就往回走一步 就退居二线 也是就像当年的王沪林 王沪林就是 就是中办的就是这个什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然后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 书记处书记 这个东西你说他有权就有权 你说他没权就没权 主要是贡献所谓的习近平理论 习近平思想的 但是蔡奇这个宠物货 他也不是个独树人 是吧 因为通常这个位置都是独树人的 那出人的 你像过去的李长春 就是出人这个位置 是吧 你像过去的好多有点想法的人吧 有点文化的人吧 都搞这个事情 蔡奇是个土包子 他怎么能搞这个事情呢 所以关于蔡奇的路子啊 就是两种结局 一种结局就是一部登天 成为党的总书记 一部呢 一种路子呢 就是有可能就直接被 蓬丽媛被皇后党 被这个清军策的实力给拿下 就是 蔡奇如果真被拿下的话 西包子呢 喜忧参半吧 把蔡奇拿下来以后 他身边就没人了 所以很多人猜啊 就像当年薄熙来 薄熙来之所以倒台 那是因为拿下了这个王立军嘛 是不是 那要拿下西包子 再拿下西包子身边的人 再拿下蔡奇 西包子绝对是损失了半壁江山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假定如果蔡奇 对西包子有非分之想的话 那当然拿下蔡奇 对西包子的安全有好处了 问题在于哪呢 这些西包子现在 他对谁都不信任 所以半军如半虎 这个话放在蔡奇身上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看人楼不像蛇大 谢谢